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那我今天 要跟大家介紹必額犬的氣墊粉餅 就是它 有漸層藍色的 這個包裝 現在是晚上八點鐘的時間 所以這個底妝我大概 經歷了 八個小時 上下 這塊氣墊粉餅我一開始拿到的時候是 亮白色 但我覺得我拍起來會有一點點太白 所以我後來又去買了 自然色的回來 所以我現在有一塊白的跟一塊自然色的 我先大致上跟大家 分享一下這一塊氣墊粉餅 它最主要的妝效 還有感覺 它就是主推也是真的就是 保濕度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一塊 保濕度真的真的是可以媲美保養品 像擦完那種 晚安動模的感覺 就是你可以持續一整個晚上都 眼上都會有那種亮亮的光澤感 它就是會有這種 還蠻神奇的效果 你想要很遮瑕的話 它是完全完全沒有辦法幫你打到 保濕精華裡面是沒有添加任何油份的 我在其他的氣墊粉餅裡面是還沒有感受過這種感覺 就我擦完之後呢 因為它是無油配方 所以你臉上的所有的光澤都不是油製造出來的 那 我們平常在上保養品的時候 就是上完大概一兩小時 就會全部都吸收了嘛 除非你用到有很有油潤的保養品 你才會覺得有油亮亮 不然如果你用清爽保濕的保養品 是不會有那種油亮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還蠻神奇的一個妝效 再來就是這一塊氣墊粉餅呢 它上上去的感覺 真的很像是那種韓國的美白霜一樣 你感覺不到它會有那種粉的感覺在上面 最神奇的地方是它脫妝的時候 它不會浮粉 它沒有那種非常強烈的斑駁啊 色塊啊或者是乾裂啊 或者毛孔會滲出粉 它都不會 所以我覺得 是一塊非常神奇的 的氣墊粉餅 就我現在覺得自己講完覺得有點鬼擋牆 但是它就是一塊感覺不到粉的氣墊粉餅 好吧那那 這個地方我怕我越講越奇怪 所以 就是大致上給你們一個這種奇幻的妝感的感覺 那我現在臉上的這個底妝呢 是 從中午12點開始 直接用這一塊拍整個臉 然後也沒有做任何的定妝啊 修容什麼什麼的 不過眼妝的部分我是剛剛才畫的 那我就近拍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脫妝的感覺 就是真的是我剛剛講的這麼神奇 我真的 也不能確定它到底有沒有脫妝 因為很奇妙 那你們可以看到我的鼻子出油非常的明顯 就是這個鼻頭的部分有還蠻明顯的油光在上面的 今天的天氣比較冷所以是沒有流汗的狀態 那額頭的話出油就是比較嚴重 因為我額頭上面的表情紋非常非常多 應該是會有卡粉的狀態才對 但是 可以看鏡頭應該是看不出有粉的 臉頰的部分呢 我覺得就是 就是有出了一點點油 我沒有看到任何的粉結成塊的感覺 然後我整體的膚色 暗沉度也非常的還好 拿一張衛生紙來壓壓看臉上的油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今天都不敢 不敢壓它嘛 局部有一些黃黃的 顏色 光澤度稍微減少一點點 但是整體的滋潤感還是都還dry的喔 然後我等一下會 把這邊 把底妝的部分 用卸妝棉卸掉之後 重新畫一個底妝給你們看這樣 好喔 不然我現在的狀況有一點點尷尬 我不知道我是要補妝還是要去卸妝給你們看呢 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直接用卸妝棉卸 再用卸妝 掉顏色的 再拿一張新的 擦看看還有沒有剩下的 卸完妝再上妝其實會稍微比較不準確一點 因為臉上可能沒有辦法卸得這麼徹底 但是大家還是 將就一下囉 那我卸妝完之後呢 眼下的暗沉就變明顯了 然後我的膚色是比較偏黃色的顏色 那最嚴重的地方應該是這個區域的部分 我現在的示範呢 就是我要示範一下 如果我平常出門想要用這塊粉底的話會怎麼用 首先我會先遮瑕 那遮瑕我用的是FITME的這個系列 色號是20號 是FITME的oot 這氣墊粉餅非常非常的濕 所以不要壓得太多了 如果你像平常壓氣墊粉餅的話 會...太多 那我平常呢 壓一下我就會先拍全臉 那就是現在是完妝 剛完妝的狀態 那個臉頰這邊就是整個很像擦完保養品那種亮亮的感覺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毛孔的部分也很能遮 看不太到毛孔了 鼻子的部分也是 整體的妝感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就是會越看越自然的一個妝效 那如果你好好的先遮瑕之後 就是... 不會像一開始的那個斑點這麼明顯 你看! 你看這個感覺 啊!頭髮 OK!那就是這塊氣墊粉餅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很耐心的看完我離奇的說明 還有...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陳述它的妝感 那希望你們有看明白 我覺得它現在是第一名 無人能取代的保濕款的氣墊粉餅 但遮瑕力就是自己要斟酌一下 它不能夠創造非常完美無暇的寄付給你 非常感謝大家這次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非常可怕的事情是我 擦在手上 我分不出來哪裡擦了 是白色的耶 白色 自然色 喔!看不太出來耶 怎麼辦 這邊是白色的 這邊是自然色的 怎麼這樣子 我放棄了 掰掰